昨天民用航空界出了一件大事 可以说是玉皇大帝放屁 震惊世界了 国内三大航空公司 南方航空 国航还有东航 先后公告与空客公司 签订了一份购买协议 价值高达372亿美元 共计购入292架A320NEO系列飞机 空客公司为了拿下中国的超级大单 给了三大民航公司巨大的优惠 这一下就成了这两年 全球最大的民航客机订单 大家要知道 现在全球经济陷入萧条 中国这种超大订单给谁 谁就能活 欧洲的空客拿到这个超级大单 那自然是笑得合不拢腿 而美国那边陷入困境的波音公司 一看这情况 那是王把退房 扁不住了 气得当时这就混死过去了 波音透过媒体表示 这非常令人失望 波音方面还称 这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分歧 限制了美国飞机的出口 并且表示 波音公司和中国航空业 合作关系悠久 对中国的销售业务 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 希望中国爸爸能尽快恢复 相关采购业务 我们愿意和中国爸爸进行对话沟通 看见了吗 美国人眼看世纪大单被空客拿走了 真的是急得猫爪闹信 看个这卑微的样子 但是这订单就是不给你 哎 就是不给你 哎 就是不给你 等等 美国天天挤兑中国 限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的时候 你们的趾高强的样子呢 啊 现在订单飞了吧 知道着急了 快醒醒吧 别做梦了 之后彭博社的文章表示啊 空客公司赢得370亿美元的中国订单 会对美国波音公司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看看 汽车撞墙 你知道拐了 股票涨起来了 你知道埋了 犯错判刑了 你知道悔改了 大鼻涕流到嘴里了 你想起来甩了 你早敢骂去了啊 不过这里咱们必须要提醒一下欧洲空客公司的高管 没事别往美国加拿大跑 知道吗 小心你 有来无回啊 别怪磊哥没提醒你啊 为什么中国大笔订单砸向了空中客车公司 中国不是已经有自己的C919了吗 为什么还要买这么多的空客A320飞机呢 现在航空公司都亏钱 为什么还要花钱买飞机 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买呢 今天磊哥好好跟你聊聊这个话题啊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首先采购的时间点简直就绝了 正好卡在美国拉着G7北约国家开会的时间 这时候一个订单甩给空客 美国那边当场就急眼跟啥眼了 减乘急啥了 我估计后面大票了为了拿订单 八成得扣几个空客的高管 要不然就直接制裁空客 美国人可是干得出来这种事啊 毕竟现在波音的业绩特别差 经济又不好 一直苟延残喘 现在中国开始一步一步替代国内的波音飞机 这一下让美国人受不了了 看见了吗 各位 这就是大金主的威力 你不是开会想对付我吗 我直接用超能力让你的会议变成内斗 看你们因为钱 狗咬狗 这是美国人万万没想到的事 另外这里必须得提一句 中国是一直最希望欧洲可以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国家 但是欧盟国家一直拉胯属于烂泥扶不上墙 现在已经沦落为美国的半殖民地了 那为什么中国要购买这么多的空客A320呢 这就得从三年前跟欧洲空客签署的一份协议说起了 当时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和空客签署了300架飞机的购买协议 而这个时间点放出消息 看似突然其实是旅行协议 除了以上政治方面 还有商业上的考量 咱们以东航为例 目前东航的A320有250架 其中有40架超过15年的机灵 中国的航空公司一直都是买新飞机 然后把旧飞机出售或者是退租 因为新的飞机运营成本更低 而且更省油 故障率也低 东航目前A320平均机灵是8.6年 未来几年需要替换掉的飞机规模还是很大的 这样看其实292架新飞机的订单 分到这三家公司也没那么夸张 毕竟咱们中国的航空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300架那都撒撒随了 另外这三家航空公司还有不少老旧的737NG机型 之前波音737 MAX已经是臭名远洋了 那么用A320NU来逐步替代波音的737NG 进行整体化的结构转型去美国化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这个时候旅行采购协议 可以说是直接抄底买进了 三大航空公司一块下单 这是非常强大的溢价能力 从现在公开的信息可以了解到 空客这次真的是给了绝对骨折价了 一价一亿 而且还是分期付款的 大家要知道 现在能大手笔买进飞机的国家 在地球上可能只有中国了 现在全球的航空公司都不景气 不管是空客还是波音的订单交付 全部都是大幅的减少 这个时候买家自然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这比交易其实赚大了 而对于空客来说 虽然单价飞机的利润减少了 但是这292架飞机足以让他们薄利多销了 那么事情的结果就是中国得到了最好的价格 空客拿到了世纪订单 大家都有了光明的未来 当然除了美国以外 而更让美国人生气的是 早在2017年老辈子串建国访华的时候 中美当时也签署了一份300架飞机的购买协议 总价值也是370亿美元 然而中国向空客落实了292架飞机 而从2017年11月份到现在 中国一共实际向波音公司订购的飞机只有8架 而且更气人的是 这8架里面还有3架是买回来 直接就租赁给意大利航空公司的 整体来看 我们不再购买美国波音的飞机 理由非常的充分 政治上是你美国一直公开敌视中国的 技术上波音的737 MAX机型事故不断 安全性堪忧 不是中国的问题 是你美国不中用 这时候美国还来表示遗憾 还要对话 那就属于验超级8构 是没有笔数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咱们必须要谈谈 为什么中国有了自主制造的大飞机C919 还要购买空客的飞机呢 很多网友说 这些订单给C919不好吗 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是C919在短期内 无法满足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 另外就是由于美国对于中国商飞的制裁 我们的C919迟迟无法拿到国内的试航证 本来说好了2021年可以拿到试航证了 结果一拖再拖到现在了 这个试航证啊 咱们之前的视频里也谈过了 主要掌握在波音跟空客的手里 他们直接靠这个东西垄断市场 不让其他国家出现航空制造业巨头 去抢占他们的生意 而现在欧洲是适风日下 人心不古 累积阔代过日子 据说由于中国的大单 欧洲空客方面据说已经在试航证上 进一步的松口了 所以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了 从这就能看出 C919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试航证 还有产能的问题 明年开始C919就要正式开始商业运营了 其实国产飞机啊 咱们早就有了ARG21型 这款飞机啊 是2016年投入商业运行的 现在年产量是50架的水平 而在2016年 2017年 那个时候产能一年只能造两架 而C919投入商用之后 大概到2030年才能提升产量到每年150架的水平 所以这段时间该买的飞机还是要买 空客不断的替代 旧换新 而美国波音的飞机就要被逐渐的替代掉了 其实这个事啊 咱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现在整个体系对于空客机组的维护 后勤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了 在天津还有一个空客A320的总装线 如果全部换C919会面临巨大的成本浪费 所以肯定是要共存 共同使用 C919现在已经开始交付了 5月14号首架C919已经成功首飞了 明年就正式开始商用了 那么咱们会不会以后全部都用国产大飞机呢 完全抛弃空客行不行 恐怕不行 为什么呢 中国的产业替代是在各个领域 别人有我们没有的时候啊 我们要先做出来 然后不断的提升产品的质量 最终是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什么东西更好 该买什么 这方面咱们从白色家电到数码产品到手机 再到汽车逐步实现了国产替代 但是钱不能都让咱们挣了呀 也得让其他国家喝点汤啊 比如说专业相机领域 前五大品牌全部都是日本的 但是全球相机总规模也就是31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很小的市场 现在用专业相机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小本子确实在这个领域非常牛 但是你过时了 所以这部分市场份额一共31亿美元 就让小本子赚去吧 不能不给人家留活路啊 欧洲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数据 就是中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 2021年中欧贸易额是8746亿美元 但是中国的顺差达到了惊人的2903亿美元 什么意思呢 这钱啊相当于这次采购空客飞机订单的七八倍啊 而到了今年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前五个月对欧盟的出口达到了1.45万亿 从欧盟进口啊才不足8000亿 贸易顺差高达6908亿 同比扩大了70%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同志们 欧盟已经越来越没有东西可以卖给中国了 尤其是高价值的东西 你天天弄点西班牙火腿 法国的葡萄酒 那玩卖不上钱呢 所以这没办法呀 在生产制造做生意这方面 中国人是一直独秀 中国人一说要走自己的路 那说明让别人就无路可走了 没办法呀 中国实在是太强了 中国人又太能干了 其他国家是真心竞争不过我们 而就在同一时间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品牌 从中国狼狈撤离 什么阿迪 耐克 HM 一家销售量是节节下滑 普通消费品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国货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连飞机都不买了 那对于欧盟来说 就是彻底没有活路了 欧盟到时候一看兄弟 你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呀 那我铁了心跟美国一块干你吧 这事以前不是没发生过 中国古代不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500年前 欧洲装载着从南美洲掠夺来的整船整船的白银 到中国来换丝绸 茶叶陶瓷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在不远万里运回到欧洲本土 因为中国制造在欧洲当时是官方唯一认定的奢侈品 欧洲人喝到的第一款红茶就是福建过去的 但是这个贸易的过程中 欧洲几乎没有任何商品是被中国所大规模需要的 英国人到中国来搞贸易 每次他们带来的货船到中国要半年多才能卖完 但是装满中国的货物返回之后 直接就一抢而空 而这帮玩意儿最后补不上这些亏空 因为拿不出中国所需要的货物 于是到土耳其开始进口鸦片卖了 没错 当年中国对欧洲巨大的贸易顺差 就是鸦片战争的重要起因 为什么美国不惜掀桌子 破坏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也要围堵中国的科技产业呢 因为他们如果不这么干的话 很快就回到500年前了 没办法 中国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这是一句大实话 咱们还是要留点市场给别人喝汤 讲了这么多 你现在应该明白中国这笔买卖是否划算了吧 退一万步讲啊 买飞机总比买美国国债强太多了吧 同志们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欧盟现在还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欧盟这个体系能否维持的下去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分解 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